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曾经我介绍过一款厂商不断把同款游戏重新换名更代的作品 今天他终于来了 R2M 重蓝战场 开发商是韩国的Webzen 台湾方形商为旗下的子公司网禅 而关于网禅这件公司 之前我也盘点过旗下在台湾上架过的奇迹一条龙 各位不嫌弃的话可以等会去复习一下 而当时我就说了可能不久之后又会来台再赚一波 只是这次不是奇迹系列 这边也盘点几款台湾还在营运 上个月的台湾营收参考 正宗续作的台版本月有大更新 应该还能维持一段时间 目前也是母公司旗下主力 而今年上架的大天使表现就很普通了 反而不如早景年的跨时代 团服的R2M虽然开服的时间比较早 但维持的营收表现也还算不差 其他几款就表现一般般了 应该早晚会官服或者被星座取代 毕竟差不多的作品一直重复卖 傻子也不可能被重复忽悠吧 本次R2M是基于早期PC的 R2Online的精神续作 某些层面上也确实是把PC本装寄手机 游戏为半放置的MAO 整体玩法也偏向天堂系列 虽然各方面来说我并没有玩过天堂那款游戏 但还是大致知道是款以变身冲装打装为主 强调公会战的重客游戏 首先这游戏开头的悬角画面 我看到就先撒住了 美工真的是省足了经费 只用简单的例会呈现 非常还原20年前的网游风格 这在近期也是非常少见的 如果不是美术没进步 就是对游戏内容非常自信吧 而说它是半放置的原因 是因为它不完全是全自动 比起中国换皮传奇那种 几乎全程自动解放只差自动客机以外 游戏中的任务移动还是要看玩家自行点击 但我相信未来就会有脚本跟外挂来辅助了 建模方面手机上没办法拉近画面 且角色本体资料也是用力会呈现 所以这点无法给予评价 而张岸整体来话 还行吧 至少看得出来人物跟建筑 并不是纯粹贴个材质带过 而且目前市面上新款的MAO 除非有什么特别的需求 不然也真的很少会用这种固定的2.5D视角了 但游戏的广告PV下了重本 而游戏的画面却完全不对等 该说是厂商不失掌径还是掌握了财富密码 如果再加个元宇宙就更完美了 而且看UI方面 选单跟字体也是在考验势力 且考量整体的游戏性 明显不是服务手机用户 而是以PC模拟器为开发导向 那为何不同步出个PC版本呢? 战斗方面 声音上有个小细节 会依据怪的位置不同 切换成左右不同声道 但其他打击感什么的就完全没有了 除了特效画面干净以外 也没有什么值得讲评的部分 那培养方面我就不多说了 要强客金就对了 而客金点方面 商城蓝赚4500等于2,990元台币 换算约1.5比1台币 除了充砖材料以外 大户应该都是在抽变身跟宠物 而游戏中并没有标示实际几率 这边我们看看官方策划的说法 这些东西是非常多的 任何程度的成功效率保障的 장치를推薦 以為 游客們的時間和 寡金的角色 能夠保障的服務 除了 Start-off Package Season Pass Light-和寡金的模式 無所寡金的游客們 無所寡金的游客們都不擔心 遊戲的遊戲可以享受到 準備了 避免設定過低的機率 但遊戲內可是連機率都沒有寫 所以實際坑不坑 以小弟微博財力 恐怕是無法幫各位測試了 但通常應該也是個0.0%左右 而每抽一單是800元 如果廠商沒太黑心的話 抽個10單應該也能輸貨一次吧 但四藍是紫色紅就看天命了 早期看過丁特直播的時候 也都是幾百萬在砸的 體驗上跟亞瑟傳奇差不多吧 老四MNO加課金至上 並且循著天堂的老路走 雖然沒有直接標上噁心人的戰力數值 但意義上是差不多的 懂的都懂 對於我這種普通玩家而言 真的只能謝謝再聯絡了 結論 玩不再好 有錢則行 這款即使不用特別去搜尋 依照這玩法的性質 這陣子應該也會有很多主播跟業配 會發那種佛心、衝裝、紙辯之類的影片 因為這遊戲 也就只有這些能展示的內容 總不可能有什麼神軸位跟技巧能說吧 至少我是玩不出什麼花啦 而且廠商為何要把R2 Online做成天堂的玩法 那玩家為何不直接去玩天堂就好 至少以長遠來看 橘子是不會讓那棵搖錢樹心意滅亡的 之前有款DK英雄歸來 也是走天堂路線的玩法 到上個月還有約400萬台幣的營收 看似有賺但其實也不是太樂觀 再這樣下去 早晚也是高歌禮席 這類天堂系的大型資金運盤遊戲 除了廠商的安裝跟克勞外 一般玩家真的是不可能頂得住每款都這樣砸的 而我私心覺得 MMO最好的載體 還是只設坐在PC上 而不是手機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給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